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定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定,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要说几部有相关线的短片 如果只看其中一部,还是会有点摸不着头脑的 我们就按照顺序来说 第一个短片叫《月球拘捕》 男主是一名慈善家,运动员,更是一名富翁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失踪了一年多了 地球上的人们都不见他的踪影 大家一度以为太近死了 谁能想到人们调侃的那句,他不会在月球上吧 没想到男主竟然真的就在这上面 还玩得非常的happy 那么男主为什么不在地球好好地待着 而是跑到月球上,难道有什么引擎 很快一射五角样式的飞船就来到月球上 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男主这果然是在逃难,从飞船内走催眉女人 你这既然都不穿宇航服 甚至女人走进基地,屏幕都出现了闪动 而这个女人是地狱使者 原来男主和地狱主管签署了合同 本来男主的时间已经到了 正常的情况下,地狱这边就要来收取灵魂 可男主这既然逃到月球上 面对拥有超能力的使者 男主一点都不慌 他表示要喝茶吗 既然你都追到了这里,也不怕我逃走了吧 但男主少了点心眼,跌了点东西到被止中 不是迷药,就是毒药 而他之所以不逃到各种地方 不是因为科技不发达,非常不给力 而是因为没有燃料了 原本男主还想用言语红篇过去 说什么自己更改了合同啥的 但死者可没有那么好骗 死者威胁男主 你要是再扑弄我,我吃了你的脑子 而死者早就发现了茶里有东西 但他不在乎 他可不会被这些给影响 但男主就是故意的 因为他要让死者将醉力转移到杯子上 这样他才有机会去关门 门可是太合金做的,还镶嵌有因 看来他都知道怎么对付地的人啊 男主甚至还扯皮说地球的速度和月球的速度不一样 地球一个月,月球还不到一天 所以我还有时间 死者被激怒了 但他逃不出去,只能各种破坏 男主知道要赶紧离开 不然这里迟早会炸开 他甚至主动引爆了这边的基地 此不定能诈死他 不过诈没诈死我不知道 但男主至少有逃走的机会 女死者的超级飞船也被男主给抢走了 第一步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初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都觉得没头没尾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掉步土星追杀 女死者因为追捕失败 男主之下直接从月球那边飞到地球上 还把地球这边的龙车给砸得C8岁 然后他来到了一栋奇怪的大厦内 按下了电梯的开关 电梯竟然是从-666层上来的 看来这是通往地狱的内部通道 而地狱主管是半个电脑白痴 经常将这些密码写在纸上 你要收取谁的灵魂系统里面都有记载的 甚至还有他们的死亡时间一类等 更是能选择下地狱还是待定 女死者回来后希望主管能再给他一艘飞船 因为男主跑了 但大概率应该没有多远 那么此时的男主在哪里呢 原来他一路从月球飞到了土星这边 更是在土星皇中笨打 我们都知道土星皇虽然看起来很美 但里面都是一些碎石块颗粒类的 可没有表面上看得那么美 但男主不在乎他就想在这里转悠 更何况这个是地狱的飞船 大概率是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可他没有想到这个飞船竟然可以和地狱这边的系统连接 虽然无法远程控制 却可以看到这边发生了什么 男主更是没有想到飞船的蓝料竟然没了 而地狱专属的飞船可不是用什么汽油一类的 那都太low了 而是通过彰化或者罪恶一类的充能 这个设定就很有趣了 他们觉得男主应该没有足够的能力给飞船充能 看着他在那边大骂特骂的 地狱主管都觉得好笑 不过他们也要尽快收集男主的灵魂 也因为男主逃不掉 所以他们来了个近距离见面 借用投影丞相双方面对面 看着男主因为没有能源被动的办事 主管开心不已 他让男主束手就擒 明明签订了合同还想逃 男主似乎准备放弃了 因为输给第一主管他没啥好丢脸的 甚至还想和对方握手 但主管可不给你面子 男主似乎恼羞成怒 打开了飞船的电脑 断开了联系 我话还没说完你就挂了 主管怎么能冷 他让死者开另外一艘飞船 却将男主给抓回来 而男主这边 早就知道死者聚来了 他穿上了宇航服 你要说他想逃走 至少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办法 飞船还没有能源 男主既然离开了飞船 直命女死者 并不是因为她太漂亮了 而是男主觉得土星这么美 这里的一年可是地球的30年 当然他可不是为了耍上次一样的小伎俩 而是脱下了头盔 准备直接复食 女死者被这边弄 给整得一愣一愣的 这好像和剧本写的不一样啊 你不是要挣扎下吗 更是因为男主的自我了断 飞船判定 罪恶等级超高 瞬间出能很多 可男主已经死了又有什么用呢 主管这边也收到了男主被抓的消息 就在女死者收取灵魂到系统的时候 男主竟然复活了 原来男主之前和全系统影对话的时候 故意要握手 然后看到了电脑桌上的密码 并用飞船电脑登录到系统设定规则 重新下载罪的灵魂 所以男主才能复活 然后男主趁乱开着飞船离开了 而女死者的飞船被冲击地给真的炸开了 主管这边还不知情 开心的哼着小曲 直到电话打来 说您是不是删除了系统文件 系统锁定是在图信那边操作的 主管愣住了 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被男主给耍了 然后电脑收到了男主发来的嘲讽视频 主管暴怒 瞬间穿透了整个宇宙 而这次的愤怒给飞船带来了不少能量 男主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逃得更远 至于女死者这边何时能够回去 谁又知道呢 影片的最后留了个小彩蛋 因为系统文件被删除 系统大乱 手下表示我们完蛋了 具体是什么麻烦我也不知道 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个短片 这部短片和第一部调步没有绝对的关系 只是介绍了主管的一些事情 叫做魔王河出逃的女巫 一名女巫从地狱中逃走 她的职责原本应该是看守地狱中的某个恶魔封印 只因为女巫是念地面上的古睡类的 女巫算是自然系 因为逃到的地面上在这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但你说一群职恰的人和一个拥有一能的人怎么对抗呢 根本打不过 直到地狱主管上来将时间给停止了 她希望女巫能跟自己回家 可她不想回去 而她所追寻的古睡类的 就已经被人类给砍伐了 所以在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可以为之而战的 更没有什么可以守护的 还不如回到地去 主管还为她准备了礼物 看似主管是劝她回去的 学料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女孩说孩子曾经可以在草地上玩耍 还能变花光在吸水里面游泳 这些都是真的吗 或许是被女孩的话给刺激到了 女巫一共将主管给打飞 然后飞走了 直到后来女孩出现在地狱中 她们的谈话我们才知道 原来女巫一直很怀念当初的自然和原始生灵 所以她故意安排女孩说的那些话 而大自然和树木的毁灭 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引起的 人类只要死得足够多 地狱这边就能收取更多的灵魂 这样她的业绩就高了 然后就能带来更大的收益 话语权也会变大 最终能够成为地狱之王也说不定 谁料这时候一通从地狱界那边的电话打来了 似乎那名被关押起来的位置存在 被释放了出来 当另外一个恶魔被释放出来 那竞争也就来了 最后的胜利者是谁 谁又说得准呢 影片的最后还有个小彩蛋 似乎男主最初驾驶飞船 飞到了宇宙的边境 而这颗崩化的星球 是不是关押着另外一个恶魔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但这放在最后却耐能寻味 当然这个系列还有其他的短片 但和地步调步的关系就不大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说了 整体来说脑洞很大 题材也很不错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